哈喽大家,今天是一期粉底的测评 好久没有做底妆测评了 这次我被种草的是Lady Gaga的Horse Labs 它新出的这款粉底在网络上推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奇 但是以我的尿性,我是不会直接入正妆的 我在网上找了这种片妆式的小样 今天就上脸给大家测一测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片妆的小样 一共是有六个颜色 那我今天选择上脸的是这个100 这个色号是Light Neutral 是中性调里面比较偏白一点点的颜色 可以看到这款粉底它的质地是液体的 流动性非常的强 然后这个100上在我的脸上 我觉得那个提亮度刚刚好 它可以把我的脸条合到一个跟我的脖子差不多的颜色 看起来还是非常自然的 而且一上脸可以发现它的遮盖度居然还不错 它可以遮掉几乎所有的泛红 而且它还能非常好的掩盖我的黑眼圈 上了它以后我甚至连黑眼圈的遮瑕都不需要了 真的非常的神奇 左半边脸跟右半边脸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对不对 就是瞬间达到一个白净的效果 但是呢它对我凸起的痘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遮盖 在痘痘方面我还是需要另外叠加遮瑕的 它上脸以后对毛孔的遮盖度大概有个八成左右 会让整个皮肤看起来非常的细腻 然后光泽感也是有一丢丢 但总体来说它还是比较偏粉感的 它的质地虽然非常的水润 但是上脸以后呢它会有微微的那种毛笼感 我个人是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叠加多层 如果叠加多层的话那个粉感就会变得更强烈一些 上完整张脸以后我是非常满意的 我觉得这个粉底就是做到了轻薄 但是又有遮瑕度 看起来让皮肤显得很自然 但同时又非常的白净 所以到这一步为止呢它几乎是没有什么缺点 但是当我化完整个妆以后 也就是现在啊 我发现它氧化的蛮明显的 就这个100从它刚开始上脸的那个非常白净的颜色 变成了现在在我脸上就是 嗯有点灰灰的暗暗的 甚至有一丢丢发红的感觉 我现在脸的颜色已经比我脖子的颜色要深了 可能在镜头前不是特别的明显 对比我的整个手背 它就是一整个发红并且变暗 在刚上脸的时候甚至还要再白一点点 现在就是完全一个大暗沉 那除了氧化以外呢它的细腻度它的持妆度是OK的 现在距离上妆大概是过去了两个小时的样子 拉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脸还是非常的细腻 然后在鼻翼的地方也完全没有任何浮粉的感觉 整个脸的妆效就还是刚上妆的时候那种微微起容 但又不是浮粉的那种妆效 看起来还蛮自然的 今天一整天呢我都会带着这个底妆到晚上再跟大家来反馈 哈喽现在呢是下午的五点钟 今天虽然一天都在家没有出去 但是也干了不少的事情 因为今天正好是阴天 所以这个点已经没有太阳光了 我现在是在室内的这个日光灯下面拍给大家看的 我发现这个粉底它的持妆真的牛 可以看到我现在脸上其实是出了一些油分的 我发现出了油以后它融合的更好了 有种越夜越美丽的感觉 你们看非常非常自然 完全没有浮粉和卡粉 整一个就是水光 就跟刚上妆的时候一一模一样 反而还少了一点点我说的那种毛茸茸的感觉 由于我自己最近下巴的状态不太好 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些小粉刺 然后有三颗非常巨大的痘痘 但是这个粉底本身 它是没有任何浮粉卡粉的 好待会呢我要去我妈家吃个晚饭 等我吃完晚饭回来再给大家反馈一波吧 回来了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钟 距离早上上妆过去了十一个小时 这个氧化还是很明显的对不对 整个脸看起来就暗暗的灰灰的 但是整个妆感是好的 然后整一个脸就是真的像打了水光机一样 就是光泽感非常的好看 跟下午update的时候区别不是很大 我来给大家卸个妆看看啊 沾了卸妆液的保妆棉 你们看一擦这些泛红的小瑕疵就出来了 尤其是痘痘的地方 但是从卸妆也可以看得出 它氧化的真的很厉害 因为一般如果不太氧化的底妆的话 这样一擦这边就会很白净 这边就会显得红红的暗暗的 但是你看我这么擦 基本上在颜色方面 反而我卸了妆的地方 好像还白一点点 有吗 这边看起来还有点黄黄的呢 所以说它的氧化真的是有点厉害哦 大家如果买色好的话 可以往亮一点点的去买 看这边是不是显得还白净一丢丢 总而言之呢 这个底妆对我来说 就是其他的所有的方面都很好 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暗沉 如果它能够不暗沉的话 它就是我的完美粉底液 好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啦 我去卸妆洗澡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